今天來到高雄六龜 俗話說得好 全台灣的寺廟總量 超過一萬兩千座那麼多 高雄寺廟總量位居全台第二 臥佛又稱涅槃佛 這一個形象呢 在佛教對於世人的意義來說 是生死不滅的寓意 我們生命來 生命走 其實都應該是自在的才對 萬能的玉石 請賜給我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步步高升 欣賞事成的力量 這幾顆給我 待會兒要倒閉 倒閉 吃一瓶 下十顆 這是什麼品種 這叫做 要聞它是比較香 來開箱一下 今天住怎麼樣呢 喔 露天泳池耶 哇 整個山景都是我的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高雄玩航局 我是主持人香蕉 今天來到高雄六龜 俗話說得好 有拜就有保備 全台灣的寺廟總量 超過一萬兩千座那麼多 高雄寺廟總量位居全台第二 又尤其六龜這邊三層 地靈人節 廟非常大 也非常多 不只如此 來到這邊一定要吃農特產 生日非常讚 除了這一碗 寶萊溫泉 一定要來好好享受 放鬆一下的 今天就來這邊住一碗 放放鬆 第一站先來到我們的 地院寺 這邊有著名的沃佛 還有108尊羅漢 到底有多壯觀呢 帶大家來去欣賞 Let's go 哇 大家所看到的就是地院寺最著名的沃佛 沃佛又稱涅槃佛 這一個形象呢 在佛教對於世人的意義來說 是生死不滅的寓意 我們生命來生命走 其實都應該是自在的才對 像我現在站在這邊感受 整個非常的安靜寧靜 後面還有非常多佛祖 那個雕刻是立體的 雖然它有保護起來 可是你看得到他們那個立體 跟他們要呈現的故事 寓意都非常的深 包括我們頭頂上看到的 各種經文 密密麻麻的 來一天來兩天 說不定都看不完 在這邊可以感受 美術啊 人生啊 重大意義啊 這裡都可以吸收得到 磁場特別好 大雄寶殿這邊主神的佛祖 可是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你們看 佛祖的座前 有地藏王菩薩 但是怎麼會在這出現呢 地藏王菩薩 一般人都知道 祂是管陰的嘛 拜拜的時候都會看到 可是佛祖感念祂 在日間的時候 其實也有度眾生 就是早班 午班 大夜班都做 所以祂請在這邊 不只這樣子 我們往這邊看 這裡有非常多的圖像 地藏王菩薩 祂在每一世 都在感受人世間 都在度眾生 像這一邊的話 地藏王菩薩要跟大家說 諸惡莫作 那一邊的話 地藏王菩薩要跟大家說 諸善奉行 重點是 裡面非常多孝順的故事 孝道很重要 來這邊走一次 等於看完了一部地藏經 很適合大人小孩來這邊 我也要來去修身養性了 剛剛在地藏王菩薩帶大家看到了 張牧所至的臥佛 這一次要來帶大家 大開眼界 介紹我們的六龜大佛 超壯觀的 這一次有在地人嘉欣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六龜大佛 我們大佛它高有20公尺 差不多七成樓高 我們這個遠看超級壯觀的 它裡面還有很厲害的寶物 裡面 對 它裡面是可以進去的 等一下就帶你上去 我們的六龜大佛它有歷史了嗎 有 其實它是在2000年的時候 形建的 那當時呢 它這邊有一個很厲害的一個神蹟 就是因為有一年八八風災 附近的小林坑都被滅春了 但是大佛附近的殖民 全部都沒事 喔 有保佑到 對 那我們這樣子走上去的話 這個階梯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階梯呢 其實你看上面 它中間這個 它呢是有九條龍 而且呢很多人呢 會在上面丟銅板 許願 沒錯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走九層階梯 對 讓大家好好感受 大佛後面還這麼多大神 對 這是我們大佛的 十二金剛菩薩 金剛菩薩 而且它這個菩薩是代表著 十二生肖的意思 它照順序的 對 中山馬洋頭雞狗豬 中山馬洋頭雞狗豬 我屬龍還沒遇到 好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去找你的本命龍 跟他來祈願 他會幫我消災解二 而且你看他髮器很厲害對不對 都不一樣 對 每一尊都不一樣 那你是不是先跟他拜拜呢 OK 貴子拜 弟子香蕉名叫王俊傑 也是屬龍的 今年三十五歲 希望一切平安消災解二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五都平安順利 還有出入要平安 對 我現在還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我剛剛是不是有跟你賣過關子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想不想去看 不是這裡嗎 當然不是 還有更厲害的 好 馬上去 好 走 OK 謝謝 這裡 驚喜就在這裡 這是什麼 這個是緬甸來的翡翠玉石 翡翠玉石這麼大顆 沒錯 而且這是我們的聖山之寶 你可以摸摸看 可以啊 它涼涼的 而且它這是很有磁場 很有靈性的玉石 我從來沒摸過這麼大的玉石 萬能的玉石 請賜給我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步步高升 欣賞事成的力量 香蕉就是這個 天下第一手 是我們剛剛看到大佛的那雙手 一比一大小 其實它這邊是有一個故事的 當初工人在這個頭部 在施工的時候 他不小心摔下來了 摔到那個佛手 那我們一定會想說 很嚴重 他送往醫院之後 他卻沒有什麼事 所以我們這邊就覺得說 大佛顯靈了 一定要籌照一雙一模一樣的手 讓大家可以一起感受 很厲害 我有想到了 佛手 大家都在說 喧音就是 沒錯 這一個是可以讓大家上去的 沒錯 你太厲害了 你可以上去體驗看看 被大佛的佛手擁抱的感覺 喔 來 外國操作 快 來到高雄六龜堡來 如果口渴 如果想要吃點甜的 要吃什麼 當然是這裡盛產的 芒果 算了啦 沒有吃就白來了 馬上來去吃一下 我媽媽 妳好 我來了 好 吃芒果 吃芒果 可以給我吃喔 寶來的家 芒果很有名的對不對 對 為什麼不是整顆這樣嗎 不要用這樣 用這樣可以 保存比較久 爸爸豐災地營 喔 這幾顆給我 待會兒要倒閉 倒閉喔 吃一瓶 下10顆 你說倒閉 倒閉 我先會晒 倒閉 閉 閉 OK OK 因為爸爸風宅 我們坐得心機出去 沒路好回來 在吉山住了三年 三年太過了吧 回來也是 他不會做得好啊 就 遊客很久啊 閉量很多啊 村子要放那麼多 所以沒辦法啊 沒辦法啊 對啊 所以就 自己買一台很小的機器 自己烘 烘起來 放冰箱 可以放整年的啊 這是什麼品種 這叫金鳳 金鳳 是 怎麼會很像人名 因為這是有金鳳 神經發明的 所以名叫他的名字 叫做金鳳 真的是人名嗎 金鳳也比較Q 愛聞它是比較香 各有特色啦 這樣我賣到三天 我現在手沒什麼做了 來 手放在那邊 好 空姿抬到啦 這刀子很辣 有吃就要有做 有做才能再吃 來 OK 刀子在這裡 喔喔 這裡 地頭先下掉 來 刀子抓比較頭前 喔 一划就過了 兩片啊 對啊 這樣削 左一片 右一片 削比較輕耶 不能削那麼輕 我怕肉給我弄掉 沒關係 因為這刀子皮有刀子冷 所以皮要削比較厚 烤起來比較不會黑 這樣這樣 你要包紅包來給我 我割你 哇 黑色喔 對啊 拜祭福啊 冬府都割給你的 我要待這裡三年 六個月喔 不用啦 這次了 做一次了 媽媽 沒通過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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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我三天 剛才看你給我削 我來削肉 好啊 這樣好 我削這粒 給你削肉 拿這樣 好 從這裡 這樣切下去 哇 手會不會怎樣 手老呢 摔到肉削下去就好 你要順那個籽 順那個籽 慢慢地推 六 把它削下去 不會 會不會削到手 成功了 變了 變了 看到刺 看到刺刺 漂亮 可以拿筷子 這樣我更高 這樣我更高用了 好 好 千怡 嗨 你好 我媽媽給我 叫我來這裡就對了 來學這邊的就對了 對 好 沒問題 剛剛我媽媽削的 下一步變這樣嗎 對 烘焙的樣子 OK 這個烘焙的過程 是不是很複雜 其實不複雜 你只要放進去 時間到了要翻一下 我們現在在做 翻的這個動作 總共芒果乾 大概要烘48個小時 要烘這麼久 對 但中間我們就是要挑選 比較乾的要挑起來 比較濕的再烘 拿去烘 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的味道 有點像那個 蜜香 被烘過 你吃看看 它有芒果的鮮味在 然後所以它會比較Q嫩一點 但它吃起來會跟 剛剛吃鮮果的風味完全不一樣 喔 而且這個是完全沒有加糖到 大家如果知道吃那個 吐司啊 烤吐司剛拿出來的 那一個香味齁 對 這個更香 對 那果香的氣全部出來了 到表面 對 剛烘起來會稍微 比較硬一點點 那我們就是 烘起來讓它 常溫一下回潤的一兩邊 它口感就會比較 順口一點 哇 那再來呢 晚餐怎麼辦 好 我們這一匹 芒果乾烘好 我們要送去 孫仔咖的 文化共享空間 對 到那裡要怎麼共享 跟我共享嗎 對 剛你共享 它有 用我們的果乾 下去做 豬油胖 豬油胖 去那裡共享 喔 剛剛吃了新鮮的芒果 這裡又吃到了現成的果乾 那邊又可以吃豬油胖 那我就一路吃下去囉 喔 好啊 沒問題 好 所以你這邊要先罷工了 先罷工 晚一點布工 好 沒問題 這邊我來嘛 那你歡迎去我們品嘗的 豬油胖看看 都添加的嘛對不對 都添加的 那我也不添加 你也困擾了 我快走 好 拜拜 拜拜 姐姐 嗨 芒果乾的窯口麵包 你們這裡有對不對 你來的時間剛好 怎麼做 我都已經準備好了 等著你來 芒果乾 那怎麼切那麼小丁 因為我們要做麵包 你如果是很大片的話呢 吃下去咬不動 好 然後裡面加了蜜蜂 等一下再跟我講 我跟著參與 OK 好 我怎麼用 好 來 那我們現在呢 先拿一些手粉 先撒在桌面上 好 這樣我們的麵糰才不會黏在一起 然後你的手上面也差一些 掌聲鼓勵鼓勵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來這邊 來 打一顆麵包 超大的 對 輕輕放著喔 像抱小孩一樣 好 然後稍微拉一下 讓它成長方式 好 接著我們用手 然後另外一隻手在後面 OK 把它拉著 用拍著 拍著 因為我們裡面有核桃 所以我們就不用改麵做的 對 裡面一顆一顆的 對 有摸到嗎 有 好 這個 翻過來 好 來 接著呢 把我們的芒果乾 很平均的 放上去 放那麼多喔 我們整個人不能走得動 對 要帶風 對 接下來 朝自己的方向捲 然後捲到底的時候稍微壓一下 接下來呢 好 接縫處翻到下面來 接縫處給它翻到下面來 對 然後兩邊塞進去 然後兩邊塞進去 然後我們這邊做任何的體驗 都會告訴客人一句話 對 不能樓線 不是 有人做的 不要這樣 好… 不然這個我拿 這個我吃 對 那我再一顆 好 來 不甘心 加油 加油 好了 可是它等發酵對不對 對 要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喔 對 那它發酵我發呆好了 發呆嗎 好啦 來 先看我們的麵包吧 麵包倒好了 這是之前你們做的 是的 對 可是呢 你有沒有覺得我們的盤子 跟其他的不一樣 特地去買的 特地去買不會這麼漂亮嗎 不然特地去做的 對啊 誰做呢 誰做 我做 自己做 對啊 真的假的 真的 那在哪裡做 在這裡做 我們自己做 好 自己上 又自己掃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 OK OK 這一個小時我就活用囉 我等一下來去做 邊做 邊聊好了 好 OK 起立 應徵 敬丁 老師好 坐下 坐下 請問兩位老師 這個麵糰要怎麼樣囉 這個不是麵糰 這個是我們做陶藝的土 這個是我們做的盤子 真的可以從這個 夠多嗎 可以 對 一碗土 你就會這樣做 好 一定要把我交到會了 好 第一步怎麼做 來 第一步來拿出來 後面一定要先拍土 拍土 也是要拍它 好 拍土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的土會經過煉土基 使得這個土整團出來的時候 它中間會有螺旋的一個組織 那我們這樣拍是破壞 它那個螺旋的組織 在高溫燒製的時候 才不至於會裂 我們手衣就可以破壞了 對 再來 再來這裡把它放著 那我們就要打土了 要拍土 用這個手筒先打 但是不要太打力 慢慢打就好了 慢慢打 對 慢慢打 切 打起來你要換邊 好 泡白 你如果感覺它黏黏 黏在我們的盤子 你要把它點點 通常是你在打的時候 中間如果黏住 它的水分會吸收在那個板子上 所以你黏住你就打不下去了 所以你要把它翻面 翻面 對 翻面 好 對 越拍越漂亮 有越來越漂亮的感覺 很輕 很好 皮粉這個板子 好 漂亮 對 皮皮沾皮比較滾 對 對 你看你都沒用擀麵棍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是要利用葉子的形狀 還有它的葉脈 然後我們要來做 今天要來做商聖的 這個商業的盤子 葉脈是軟的吃得下去 可以的 好 所以等一下是 放到這個 這個陶板上面 黏好之後就是葉子 已經固定在陶板上了 現在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要用你的手指 用你的手指把葉脈按下去 才會漂亮 有了 有了 有感覺了對不對 對 要做這個葉脈盤的工具 有這個嗎 用這支嗎 對 一支而已 要怎麼用 把它吐起來 沒有 不是 那不會 就是直接用這支竹籤 把這個葉型切割下來 這很大膽 對啊 所以你就大膽一點吧 這個葉子是雪瞳 像各位看到的 這個幼木的葉子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設計成 像魚盤 OK 可以撕掉 好 看你移下去 有沒有 有嗎 還不錯 還不錯 這燒起來很有型 很有型 你這個葉子 你現在這個這樣 像我這樣繃起來 繃起來 你要這樣繃繃摺 你看 你不能太用力 你 你不可以一個就丟起來 我沒有一個 來 你看一下 它這個厚度都是一起 都是整齊的 要全部都一樣 就是不能把它捏薄了 OK 這是重點 可是這樣捲起來 是這樣把它 慢慢擠過來 這樣 OK 這樣擠過來 有一點點在用水餃的 包的這樣 但是不能有皺褶 厚度 這個都沒有好矛盾 像是要 又不行 可是又要 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說 成敗在這個動作 成敗在 對 但是你現在要慢慢做 不能太好 要慢慢做 不是 不是 一個就丟起來 一個丟起來 姐姐 你很心情在這個 你很心情在這個動作 你很心情在這個動作 你要是轉盤嗎 對啊 你很心情在轉盤 對… 你洗個檔 你說要洗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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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如果是我們下來的 我這個就放洋芋片就好了 你很心情 放鍋 可以… 我們發酵完成囉 哇 發酵完 它越來越有福氣 越來越大了 對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 你分得清楚哪些是你做的嗎 應該是這三個吧 是嗎 是的 表面的話 你的比較有作折一點 啊 我的很像有空氣 自然的痕跡 不是 因為你 坐下在這裡 對… 那你其實對它的動作越少 它的表面會越光嗎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送進去 夾裡面烤了 OK 送進去之前要先做一個動作 我們要先在上面撒粉 再來是 不要撒太多 都有覆蓋到就好 對… 你撒太多不要把它淹死 好 接著呢 我們要幫它畫刀 然後呢 一下 我們會做個緊緻形 是 我喜歡圈圈叉叉 好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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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用力了 輕一點 好 我們其實所有動作都要輕 然後快 又輕又快 你再淋吃一下 對啊 我的怎麼那麼… 速度要快 速度要快 對 要差很多 這麼好看 所以這訣竅… 對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它送進窯口 OK 進去窯口囉 把它推進去 熱氣出來了 對 推到底… 好 那我們就趕快把門蓋上 好 好感動 很感動 這一種的熱氣 八分鐘就能搞定 沒有啦 它其實一共要烤十六分鐘 八分鐘我們要轉個像 然後讓它兩邊的溫度是均勻的 烤出來的麵包超會漂亮 等一下我跟姊姊烤出來的 大家一定奔不出來 出爐了 出爐了 到底誰是誰的 都不知道了 都很漂亮 我們要憑良心講話 對 我也憑良心講話 這是我的… 這個等一下就可以開動了嗎 等一下我們要等它冷卻 最好其實要等它完全冷卻再吃 哇 當然它其實在熱的時候 你會吃到很濃的酵母味道 那就再等它一下 我先去洗手 準備開動 好 哇 這個我做的對不對 對 有選擇 有選擇 其實這樣做下來 要學不簡單 對 我來看看裡面 有 Q了 有 很N耶 你看 看到了… 難怪要叫我撒均勻 那我就不客氣囉 好 你吃看看 我吃這一塊 不要燙到嘴巴 還有你們家這個是什麼 核桃 天然酵母 非常健康的 蔬菜 跟芒果甜 對 兩個同時呈現 對 因為那個核桃它不會搶芒果的味道 妳要不要吃吃看我的 我可以吃到 我吃這個就好 師傅做得 我也要吃吃看 要看差別 可以 我的豬油胖就是要比較豪邁 我看妳怎麼賣 來 這樣賣 這樣賣 跟妳一樣 妳也豪邁 妳吃豪邁吃水 來 好 妳看冷冷的吃 對 光播的那個感受 它就已經 它會 要吃冷的 妳們當初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想到 把這些農產品這樣結合 變這樣 因為我們是 莫拉克風災之後成立的 那當時是從陪伴開始 陪伴大家 度過那一個風災 很害怕的那個時期點 那後來呢 我們就想說這個空間 可以 把周邊在地所有的這些 農特產 特色 或者人文 故事 通通集結在這裡 也可以讓大家 重新再來認識我們 六龜寶來 這一個好地方 我這樣聽起來 妳們從 對 到 對 到 對 就是這樣搖籠 對 聽聽聽 我吃到這個 我很感恩 然後我看到 我們戲劃給我超多的 感謝狀 對 這是他們感恩你們 為什麼 對 這個是我們跟寶來國小 做的合作 也就是說 在山上其實隔代教養 那孩子要吃早餐 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們協會贊助好好 那一個禮拜一次 那我們也集結社區的七家早餐店 一起共襄盛舉這一個活動 力量才大 對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用這樣長期的陪伴 讓孩子有感受到 其實一點點的資源 未來他都願意協助別人 對啊 你們還往偏遠山區來送 對 要送更進去了 對 就是暖胃 很暖心 對 六龜寶來這裡 溫度滿滿 真棒 吃了這個還很多故事帶著 是 太好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是停車場 這麼多車 這麼多人來這邊住 我現在在六龜的寶來 這邊好山好水 山就是這裡的山景 水呢 就是這邊著名的寶來溫泉 現在要來去享受 帶大家開箱 走去看房型 鑰匙拿到了 準備入住 老實說 老實說 我從來沒去過日本 神社都是在影片裡面 圖片裡面看到 那近距離看 跟他們的Villa做結合了 福利神社 這算是神獸喔 拜一下 可以帶來好福氣 希望住過之後身心靈放鬆 整個人福氣起來 我的房間在後面 春夏秋冬 秋 秋 秋菊我的房間 來開箱一下 今天住怎麼樣呢 這裡都是我的庭院 這邊有桌子四人座 露天泳池耶 我從上面看看 這個山景都是我的 整個日式建築 又有庭院設計 從來沒住過這樣的風格 今天要好好享受了 接下來我們來去看看房間 長什麼樣子 走 好大間喔 一大床放包包 一進來第一件事 就是先看整個浴缸 超大沙發 超舒服超軟 看看裡面 超級大 正方形的 有氣法 放熱水 就要開始 洗碗爪 好燙 舒服的溫 舒服的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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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就是看看 皮膚有沒有滑嫩 大家一定覺得奇怪 看男生泡溫泉 有什麼好看的 你看 皮膚會滑 不虛此行 超棒 白六龜 跑來在邊邊 這裡也算是一部分 還有 在這吃芒果冰 好廟宇 走走共望 大自然 360度 怎麼看 都放鬆 所有大自然靜收眼底 太棒了 各位朋友們一定要來六龜 這裡走走 高雄玩航局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